郭文貴議員 感謝各位參加今天的特別演講 非常感謝陳東博院士在擺盲中 能夠波控到我們醫院給一個生技方面的傳體演講 我想大家知道在我們這個院士裡頭 大概陳院士最了解這個生技產業的發展 那也是我們政府多年來諮詢的對象 那他在過去也創辦過好幾家生技公司 我今天在算那個數目 有一點不太知道到底是創辦了多少家生技公司 我知道的是像那個很早的時候 FUJI跟那個TONIGAWA創辦 然後SHIO NOGI 然後那個SINTA 那甚至台灣的這個TAIME 也是他們幫忙催生的 那個這一次有一點爭議性 不過後來是好戲收藏 那他也參與過這個創投 像紐約最大的創投之一 Kelsten這個Life Science 他擔任過Partner 然後對這個生技公司的創立 他也參與非常棒 或者是穩定一下 他也參與真相的 那這就是很慘的 他參與真相的 那是非常好 很棒 那是的 然後我一直在猜他這麼年輕就選擇退休 過不了多久 趕快著跟著 我們也不太了解王左 為什麼也在那個時候選擇退休 放棄 但是是在後面嘛 可能討論出來的 討論出來的 所以他是那個浩佛大學Pathology的教授 那專長是細胞生物 這也是我們院裡頭非常需要的這個領域 那他過去在台大是念化學 到MIT是那個biology 碩士跟博士 那之後就到這個浩佛 Medical School 擔任這個教授 那今天非常榮幸能夠請到這個陳院士 來跟我們做一個生機方面的這個演講 我們是不是歡迎陳院士 謝謝歐鴻院長 還有陸孔明董事長 那個是那個生物Bio Technology 一個Association 和中原研究員 謝謝你們的邀請 我想用今天的這個很難得的機會跟大家分享四個故事 Full Story 原因是發展新藥的錢 最近已經高到2.6個Billion 啟會跟我還是學生的時候 那個時候大概只有五千萬到一億 結果現在已經高到2.6個Billion 那2.6個是多少台幣 是almost 八百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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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是一個小數目 甚至少在美國也是很大的數目 事實上大部分的investors一看到2.6Billion 大家就沒有興趣了 那我今天想講四個故事呢 是try to suggest 說不定我們有另外一種方法來做信藥的發展 不一定都要往這些big pharma走的那個方向 那我們想的那些東西呢 在美國叫low hanging fruits 就是比較笨的人能夠找到的東西 但是很多人也反對找這種low hanging fruits 很可能翁院長也反對 因為對一些用比較長遠的眼光去看的時候呢 maybe low hanging fruits try to find shortcut 不一定對的事情 but 我沒有像翁院長那麼聰明 所以我們就找 看看能不能找一些low hanging fruits 3月的時候 就過去這個3月的時候呢 開始在很多地方都在講一件事情 說美國的這個diagnostic industry呢 好像會發生很大的變化 那到現在為止 美國的那個diagnostic呢 大部分是被Quest跟Liberatory Cooperation of America Control 這兩家公司控制了 這兩家最大的 blood testing company 而且也很多年 那現在突然間說這兩家最大的 blood testing company 很可能會完蛋 Stand to be disrupted 所以這個呢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那大家都想要知道 到底誰能夠讓這兩家這麼大的公司呢 Stand to be disrupted 那這兩家公司呢 現在每一家的那個market cap呢 都差不多9 billion 99.7 差不多9 billion 但是他們的那個revenue是very high diagnostic是low margin 但是total sale呢是相當高 那個exactly那個數目 somewhere between75 billion到100 billion 那這兩家都差不多9 billion Well 那behind這個threat 為什麼這兩家公司很可能會有問題呢 那個story呢 就是我今天想講的第一個story 叫theranos story theranos這個字呢 是從therapeutic跟diagnostic 那兩個字合起來 那要講這個theranos的story呢 事實上就是要講這個Elizabeth Holmes的story 他的中文講得比我還好 他高中的時候就寫信去Standford說 我要來修你們的中文課 他寫了至少一百封信 Standford完全不理他 說我們這是Standford是大學 你這高中學生不能夠來修我們的課 但是他就是不放棄 就一直打打 然後最後一次電話接的人呢 這剛好是Standford中文系的那個head 那他當然是中國人 他就用中文跟他講 這個系主人嚇了一跳 馬上就讓這個高中學生 of course 你可以來 然後他高中一去Standford呢 就念了三年Standford的中文課 所以他中文就非常好 他高中的時候就已經這個樣子 那到了Standford以後 18歲 因為中文講得非常好 所以他就想來台灣 寫信來台灣都沒有人回答 他只是想暑假來中原研究院 到台大學一下實驗室的事情 最後呢 新加坡收了他 所以他大意念完的那個暑假呢 就到新加坡的Genomic Institute 去Basic 去打工 去Learn最Basic的東西 然後那個時候剛剛好是SARS的時候 所以他在新加坡就看到很多跟血液有關 跟Virus 跟診斷 跟Therapy 很多的東西 所以他回去Standford以後 那他是Chemical Engineering的Major 他就跟他老闆 他老闆剛好也是那個時候Standford 他就跟他老闆 他老闆 跟他老闆 就跟他老闆 跟他老闆 就跟他老闆 你跟我來開一家公司 我在新加坡看到這麼多東西 很多東西都不太對 我們應該來開一家公司 那他的Advisor 這個Dean 說 Are you crazy? 好好地念書 不要去想開公司的事情 隔來一年以後 他突然間就跟他的老闆說 Well Whether you're going to join me or not I'm leaving 我父母付這麼多學費 然後我修 那時候Standford 他就修20個學分 但是沒有一門課我有興趣 或者是任何課我有真的去上 所以他就19歲的時候離開 然後就組成這個Theranol 然後就組成這個Theranol 那就是這家公司呢 現在讓那兩家公司呢 有很大的危機 那美國今天的Diagnostic industry呢 事實上是值差不多100 billion 那這個Elizabeth Holm呢 是覺得呢 應該會變成200 billion 那他現在最有名的地方呢 就是Quest他們呢 必須要抽相當多的血 然後才到實驗室 然後去做很多Blood test 那他呢 只是用兩滴血而已 就是2 drop 很少很少的血 那他這家公司呢 居然也跟另外兩家呢 有9 billion的這個market cap 然後因為他還control 50% 所以這位小姐啊 現在是值4.5 billion 那公司是已經raised 400 million 有很多賺利 那現在最吸引大家的注意是 Walgreens 就像CBS 這些地方呢 他們開始呢 有這個Theranol的Facility在那邊 你可以在那邊讓他們抽血 就是2滴 然後那個血就會送到 他們的實驗室 然後很快就有那個結果出來 那 這個Elizabeth的希望呢 她的dream呢 是every American within five miles 有一個Sheranol Facility 可以去做驗血的事情 他們現在已經有200個Test 然後他的這個價錢呢 很便宜 都比另外那兩家便宜很多 但是呢 他們從來不願意跟人家講 他們到底是用什麼辦法做這些Test 所以現在這個是不管在Silicon Valley 或者是Boston San Diego 大家都在想要 想要知道他到底是用什麼什麼方法呢 能夠做得又快 然後又便宜 然後讓另外兩家呢 受到很大的威脅 然後他自己現在已經變成4.5 billion的 那他們當然也講很多事情 好比說 假如是virus的話 我們不會去culture 我們就去measureDNA 很多人都會想到這樣 然後也很多公司也是這樣在做 然後他們會說 我們有這個modular point of care的device 是我們自己發明的 但是那個不應該讓Quest他們很擔心的東西 然後他們也講說 假如是要detect cancer 我們有這種cancer signature 然後呢 Diabetes的話呢 我們可以讓病人早一點知道 然後我們的technology是integrate 而且cross calibrate to ensure consistent 所有這些他們講出來說 為什麼我們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呢 我們想一想 都沒有辦法解釋為什麼 大家現在都非常怕他們 所以basically就是 no one knows what the magic sauce is 我覺得這個呢 就是一個low hanging fruit fruits for Taiwan 那對像莊園研究員來講 所有有關診斷的東西啊 通通都是low tech 通通都是low hanging fruit 那因為這個industry is not small 然後我們假如想說 以後台灣應該要發展什麼樣的 生機產業要 或者是高科技呢 我想我們不應該 完全把diagnostic忘記 不必全部都去想新藥的方向 所以第一個low hanging fruit 我覺得就是跟這個theranol有關的 那 Holm他自己覺得美國以後的市場就會200 billion 因為他覺得這個低價錢的這個診斷呢 假如普及的時候呢 美國的市場會那麼大 我們現在就說 假如說全球可以有200 billion 這樣的話呢 這是我想台灣很難忽略的 然後involve的東西呢 都是中央園研究院 或者是台灣的哪首好戲 我想中央園研究院的mass bank 是全世界最好的 然後e3那邊也有很多我們可以用上的 然後台灣的precision industry也是非常有名 那對我來講 最重要是我們有這個2300萬的 因為健保的關係 有這些非常珍貴的那個medical record confidentiality那些honored issue 但是我們事實上是有treasure here 所以假如把所有我們台灣的那個長處 放在一起來想的時候 我們應該可以比thernal還要好 至少也可以做他們做的事情 那現在based on我們在猜想 他們到底有什麼 而我們現在還沒有的呢 很可能就是跟big data 跟machine learning 跟software有關的這些事情 那這些事情呢 台灣現在也在很hot的時候 最近也跟恐翔蟲 恐翔蟲 By the way 七會 這個禮拜也在台灣 所以他也回來 在push big data 跟這個 尤其是machine learning 所以我想thernal 靠Stanford在弄這些東西的地方 我們台灣也一樣可以改善 那假如說去想學醫分析 對中英研究院的這些 了不起的科學家來講 都是很簡單的東西 biochemical analysis 根本不算一回事情 molecular profile 這個也都沒有什麼了不起 然後要來分析學藝裡頭的血 中英研究院連marspec去秤一個 單一個細胞都已經做出來了 I think these are all going to be easy 所以我就highly recommend 我們是不是應該來想一想 這方面的事情 過去這幾年 副院長常常會叫我 我review一些東西 我發現台灣 actually way ahead on lab on a chip 台灣很厲害 而且我覺得做得都比美國還要好 so why not 也把這一方面的長處引進來 剛好這個lab on a chip 也是在thernal上面 rank very high的一個東西 or biophotonics even astrobiology 我們台灣都很厲害 尤其這個photonics I think we are so strong so I'm going to show few examples 我不是這一方面的專家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解釋很多 但是就是拋磚引玉 讓有一些有可能對這個有興趣的人 注意到一些像最近 Nature 它有一個light science and application 他們有一個sensor 用plasmonic sensor 做出一些很interess的東西 居然沒有lens 也可以有這種結果出來 然後就用那個很便宜的CMOS 居然就可以去quantitate 一些antigen 像這裡很多都是antibody based 那我知道像中央研究員 based on一些proposal 已經有比這個更厲害的人在這裡 好 那這個我就skip 然後還有一個是那個acoustic fluid那邊來的那種technology for example 像那邊有一個echo channel 然後學域從左邊進來 像這種technology呢 turns out台灣也做得非常好 那還有一個是Halbert 那個時候開始後來到去年的時候 他們用這個LED-based lab-on-the-chip 可以screen 170,000 molecules in blood 每一個都是single molecule 那個slide 居然修出來 就basically就像這個樣子 小小的一個 然後也是一個很小的chip and you can detect so many molecules at the same time 然後這個價錢也很便宜 這些東西呢 通通都可以拿去跟theranol compete 然後再來呢 很重要的是immunoasset 因為血液裡頭很多東西都是用antibody去detect 那這個呢 它呢 它這個magnetic beads 可以derivitize with 300,000 enzyme label 然後他們已經做了40,000 different antibody 然後就是microfluid的immunasset 這個也是去年才發表 highly doable by台灣 這個是part of他們這個device 然後居然已經到了這個atomolar even though我在台大化學習過 那個時候沒有辦法去想像atomolar的detection but they did it 然後用的方法呢 很complicated 我也沒有完全understand but if you are interested 連那個youtube都有explanation so somehow呢 這一方面的advance已經快到 連atomolar都可以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在magnetic bead上面可以去做很quantitative的asset Well even in space 聽說這個h是在台灣做的 然後它在太空站裡頭 detect的那個東西 居然是三種不同的bacteria 裡頭是based on glucose based on翁院長的那個technology 這個儀器呢 美國是Charles River在賣 but聽說是台灣做 這個東西很interesting 是它很快就可以detect 非常非常少的那個細菌 那像這樣的technology 其實連theranol都還沒有做到 so this is something we can do Well 大家都知道 這些smartphone的東西 那在cholesterol最近呢 這真的是reliable result 那這個就是其中一個example 然後也是在那個lab on the chip的那個journal發表 聽說這個也是在台灣做的 Now I will just show一個video 是劍橋大學的video 那個重點就是讓大家覺得說 這一方面的technology呢 我們事實上是不但可以跟上 我們可以迎頭跟上 是一個發企業的高水平 我們為了最低運的 奶油的放鬆 其實是毀了 這些產品是繼續來的 用於蟻酸辨坡的 中央的碳 我們都還要去過 他們的用法 隱乎所簽釋 並解除 隱乎 ş� 所以當這些稿搜尻 透明的激活動 自然而言,使用了解采率的效果, 提供了解采率 100-fold, 而在同时,提供了解采率和信息。 我认为现在的时间是现在, 我认为我们有了解采率的技术, 我们有了解采率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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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问现在, 使用了解采率的技术。 Microdroplet技术, 使用了解采率的拥有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leverasy lag认簿 sağли çünkü了解采率 ET� depois中共发现各种程度质量- 每NI Superman效果 MACA? 也正自己产生了解采率的转irler物, 马 accumulationissements, 传人好萤裟静量, 意 인恢而正接待一面 一切 crease 复多小区, 那ة产业明了。 我会要做麦ero opportunities, 我会要做麦ero li动部, 需要管 elementos和其他ードlest tas, 要 propag أو开始帶1迦争 ne过一段辆久 we need to analyze what is happening in these droplets which can be measured wie fluorescents microscopy other analytical tools but also by mass spectrometry for example to give you a complete picture of what is happening in your droplets through merging these droplets with others containing for example a specific chemical reagent we effectively create miniature reaction chambers that can be exposed to a unique set of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and automated screening techniques to allow us to optimize reactions devices can be designed to pass droplets through heated zones or into storage compartments the stored droplets can also be removed for longer-term storage or introduction to a different device here we see the design for a device to automate DNA amplification through PCR cycling a droplet containing the sample primer and polymerase through temperature controlled zones the droplet is heated at the center of the device and cools as it moves towards the edge before starting the process again the process of screening and selecting the droplets can be carried out in several ways in this example a laser is used to determine a minute fluorescent response not visible to the human eye downstream an electrode filters out droplets that have shown a positive chemical reaction and sends them to storage for later study it also discards droplets that have shown no reaction or can send them back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again we can develop new enzyme catalysts cell cultures for for example for algae for biofuels there's all kinds of areas in medical diagnostics and cancer cell analysis we can now envisage taking single cells and profiling what they make what they secrete what their genetic profile is at a level that's just not being possible historically the scale and scope of the experiments that the micro droplets platform can perform will enable more ambitious R&D to be undertaken the micro reactor technology promises to significantly reduce development costs and thank you that dear your story now just when you age those story 這是在Boston的一家Biotech 那它現在為什麼attract很多attention 很簡單就是股票漲了十倍 這個是從九月開始漲了 然後從幾百萬億 現在呢 已經4Biotech 那Founder Lou Kentley Tech-Mac 跟Craig Thompson Next slide Oh here 它能夠變成4Biotech的公司呢 就靠這個enzyme Isocitrate dehydrogenase 這個TCA cycle裡頭 然後它有兩個form 一個是在cytoplasm 另外一個比較重要 在mitochondria裡頭 2008的時候 0708的時候 John Hopkins 他們發現有一些癌症呢 這個Isocitrate dehydrogenase呢 有mutation 尤其是在Glioblastoma 那他們發表那篇文章的時候呢 很少人注意到 而且這種TCA cycle的enzyme 又不是oncogen 不是suppressor gene 更沒有人去pay any attention 但是有一些人就會pay attention 那裡頭是我們中國人從香港去的 在Torando很有名的那個Tech-Mac 他就覺得這個IDH這個mutation 很可能 there is something interesting 然後Lou Kentley 那個時候也剛好想要弄一個Biotech company 然後Lou 那個時候已經沒有再做跟signal transaction 那些東西的那些enzyme 他開始對metabolism 就中間代謝這邊比較有興趣 所以他們就 basically decide to form一個新的company 那他們recruit的第一個employee呢 剛剛好是那個時候翁院長希望recruit來當tine-made CEO 就是Michael Sue 其實你記不記得你叫我去interview 去說服他 那時候我們事實上已經說服他回來當那個語昌的CEO 結果過幾天以後他說 Lou Kentley 跟Tech-Mac 他們叫他去參加一個新的公司 他是first employee 所以這個就是Michael Sue 他以前在E3相當長一段時間 那他在很短的時間內呢 就合成了那個isocetrate dehydrogenase 那個mutan的inhibitor 然後馬上就申請專利 然後就是他合成出來這個藥 讓四個病人呢 在phase 1有非常amazing的response 那這四個病人通通都是AML 一種leukemia 然後就靠那個四個病人 這個公司變成四個billion 然後因為這個enzyme呢 它有兩個form 但是主要的那個form是在My country 然後因為他們的成功 因為這家公司現在已經變成4 billion 所以突然間大家就開始注意這個 已經很久沒有人注意的這個intermediate metabolism 我想台灣是 我們是反應成中間代謝嘛 Right? 還有一個就是materchondria 這已經很多年都沒有人去pay attention的東西呢 突然就變成熱門起來 那materchondria就有很多很多target 尤其因為cancer跟normal呢 有很多地方不一樣 所以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然後materchondria本身自己呢 就有很多target 即使normal跟cancer不一樣呢 沒有不一樣的地方 你也可以動腦筋 再來就是materchondria跟ER呢 又有很密切的關係 他們actually是almost一種共生的關係 你可以看到materchondria actually移動的時候呢 他是always move alongER 那因為他們之間的這個interaction 所以就又把ER這邊的很多target 也都帶進來 所以變成很busy 很exciting的地方 所以這個targeting mitochondria for cancer therapy 突然間就very hot 那因為materchondria裡頭呢 很多target已經都有各式各樣的藥了 所以變成有點像low hanging fruit 一個joke是25%of sigma catalog 都是some kind of mitochondria inhibitor here is one two-deoxy glucose 這是最簡單最簡單的一個metabolic inhibitor 因為它是glucose analogue 那我就用這個做例子 那2-deoxy glucose 你假如是用精神去想的時候呢 哇 突然間這個2-deoxy glucose 把它想成藥的時候呢 會影響很多很多pathway 那有一個地方 大家都同意的是 well mitochondria這是一條 但是另外一條路呢 它會change這個AMP-ATB的ratio 直接會去影響到AMPK 就是AMP-dependent kinase 這個AMPK呢 就很大的學問 因為很多在做癌症藥的人呢 都已經知道 不管你用什麼辦法 什麼樣的combination all roads lead to AMPK well this is just one example 那跟AMPK有關的這些東西呢 都是我們台灣的拿手好戲 well 綠茶 EGCG 以前廖樹東教授 push很多的這個EGCG Lovastatin 這個要把它想成是我們的 紅曲 Risveratrol 葡萄很多植物裡頭都有 Aspirin也是從植物來 Berbarium是黃 黃蓮樹 中藥裡頭用很多的 Capsaicin是辣椒裡頭的 然後中藥裡頭呢 聽說有更多的東西呢 都會影響AMPK Through AMPK呢 影響到很多其他downstream呢 現在都是very hot target MTOR 我想你們也都聽到很多很多 關於MTOR的事情 Altophagic vesicles 差不多大部分在做cancer的人 都希望能夠在cancer細胞裡頭 能夠induce這個mechanism 所以台灣因為我們有重要的那個背景 然後天然物化學又非常進步 然後又很好的化學家 I think we have low hanging fruit through mitochondria through AMPK that we can find something 像agio or 他們在想 我們假如是能夠找到AMPK有關 或者是matochondria有關的藥呢 可以跟他們的那個藥 combine 因為 after all 他們那個藥雖然現在有很好的結果 但是不可能是完全可以去cure cancer 然後可以treat cancer呢可能也有限 所以他們也很希望能夠combine 我不是在suggest說2-dioxide glucose就是會變成一個藥 但是因為這麼簡單的一個化學物呢 它居然會有很interesting的activity 可能讓我們一個encouragement 可以往那個方向想 以後不一定用2-dioxide glucose but we can come up with something much better analogue 那這裡這個example也是很interesting 就是on endothelial cell actually它2-dioxide glucose 可以induce autophagic vesicles through這個ROS的mechanism mediated by again AMPK 然後很多combination 2-dioxide glucose 假如是跟metformin 就是治療糖尿病的那個metformin they also have interesting effect 幾百篇文章都是像這樣子 然後都是最近發表 about 2-dioxide glucose and I think this is another low-hanging fruit this is another list related to mitochondria 大部分呢都是我們都很熟悉的 像Cursetin 這個Onion Apple裡頭都很多的 然後Janet Stein 這是大豆裡頭的 大部分這些東西都是我們台灣的科學家很熟悉的東西 so that's the other story 就是Ageo的story 第三個story我想講的是關於T-cell 怎麼樣用T-cell去殺癌細胞的story 年紀比較大的 像我都記得三四十年前 我們都是希望能夠用T-cell去殺癌細胞 結果我們也看到很多很多time-lapse video 像這種T-cell 它本來是可以去殺癌細胞 但是它走到一個地方的時候呢 它就parallize 就停下來就不動了 就不敢往前走 然後三十年過去 我們也沒有去解決 為什麼它就停在這裡不往前走 就停在那裡 我幸而 而今年唐獎的得獎人之一 Jim Allison 他發現結果是有一種breaking molecule 像CTLA-4 這些immune system 本來是可以去殺癌細胞 結果被這個CTLA-4 這種breaking molecule 停下來 那你假如有抗體 把它neutralize的時候呢 那這個T-cell就可以往前走 那另外一個得獎人是跟PD-1有關的 那現在我想你們也都聽到PD-1、PD-L-1 very exciting的story 那大家都想要用antibody against PD-1 or PD-L-1 來reactivate T-cell 讓T-cell能夠去殺癌細胞 這個是一個partial list of clinical trials 現在已經有幾百種clinical trials on PD-1 underway This is one of the list 那現在的consensus是 即使PD-1、PD-L-1 不是完全可以治療cancer 或者是cure的 但是呢 clearly會變成一個backbone 就是不管什麼樣的癌症一進來 現在很可能第一個治療就是先給他們 PD-1的antibody或者是PD-L-1 看看免疫系統有沒有可能來幫忙 那因為這樣子呢 PD-1或者是PD-L-1 antibody的那個價錢 現在就長得非常非常高 那最近一個大家都嚇壞的是 德國的那個Merc 他只是一個很early stage的PD-1 PD-L-1 antibody Fizer就付了8億美金去買這個 我們都不知道這個會不會work 那Merc是第一個拿到FDA approval PD-1 antibody 叫Ketruda 那一approve 現在要買都要等很久 都不是馬上就可以拿到 然後 昨天我聽說台灣其實要買都買不到 台大醫院都還要排隊 然後Merc還不一定肯拿來台灣 So it's amazing 是大概會變成2-3 billion just this year 那BMS呢也剛剛approve 那這個現在也是賣得很厲害 那Roche是PD-L-1 那他們的結果非常非常好 所以也很快就會approve 會變成 another billion dollar 那今天在美國的BioTech呢 最hot的呢 actually不是Agile 就是這個PD-1跟PD-L-1 那因為是抗體 所以大家都可以做 當然我們台灣也可以做 至少有20個Big Pharma已經在做 那BioTech就更多 所以我們現在有的呢 是叫做PD-1 Tsunami 7月會有這個ASCO 聽說今年的ASCO 大概就是every other talk 都是跟PD-1、PD-L-1有關的 但是呢在clinical trial的時候呢 很多很多醫生呢 就已經觀察到 PD-1 antibody本身或者是PD-L-1 不可能完全解決cancer的問題 一定需要另外一個藥 或者是需要有another helper 不同的東西要進來才有可能 那剛剛在general immunology的一篇文章呢 是strongly suggest一定會變成combination 因為原來我們以為說像PD-1 CTLA-4的antibody呢 它引起的那個effect應該很類似 但這篇文章就suggest actually是很不一樣 even兩個加起來以後呢 跟單獨又不一樣 那個gene 什麼樣的gene turn on signature 還有很多其他跟bioactivity有關的呢 都會不一樣 對NK的effect so it's a surprise 變成說連PD-1跟CTLA-4 都要combine well that's actually what is going on 然後another example 也是剛剛才發表的一篇文章是日本 他們說這個PD-1 antibody呢 最好跟這個CD-137的那個antibody combine起來會更好 這個是老鼠 所以我們想大概至少要一年以後 才會有clinical trial to combine137的antibody跟PD-1 well turns out pfizer已經在做了 已經有clinical trial 就是anti-CD-137跟mild 去除了 而且已經進行得很快 很快我們就知道結果 然後因為有這個tunami 所以不久以前呢 美國一個organization呢 把所有PD-1跟PD-L1 CTLA-4的這些專家呢 全部請來 然後弄一個round table 那那個結果呢 因為太長 所以用five parts發表出來 這個round table呢 Jim Allison這些通通都在裡頭 那所有的big pharma merc bms 所有的這些biotech 通通都去 非常熱鬧 well 他們這個round table呢 有很多很多disagreement 那些disagreement也通通都列出來 但是他們有很interesting的agreement 一個是 這個IO就是immuno-oncologic agent 就是PD-1、PD-L-1這種藥 他說 will be primarily used in combination 就這些專家 尤其這些醫生呢 都不覺得是單獨使用 然後 best combination are not currently known well this is a low hanging fruit opportunity 因為假如是這樣的話 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去找到X、Y 那美國剛好有一種pump 叫PD-1 pump 也就是這個pump 那clearly你要讓這個pump work well needs help just like PD-1 antibody 所以現在呢 在biotech裡頭呢 有一個global gold rush biotech company也好 或者是professor也好 大家都要去想 都想要去找 到底有什麼東西呢 可以來幫忙 這三個 很可能就是在你手上的東西 well so 我們通通都有機會 this is absolutely a low hanging fruit whether it's Y、X、或Y 你只要有一個 不一定要有兩個或三個 你只要有一個能夠幫忙 你馬上就有billion dollars molecule 因為那三家公司 通通都要跟你的這個X combine well 這個中藥現在就不能夠完全 rule out 我想大概很少人在這邊會那麼相信中藥 但是中藥很可能就是因為沒有PD-1、PD-L-1 那種主流在裡頭 所以中藥的那個功能沒有辦法完全發揮 那現在越想那個PD-1、PD-L-1在immune system 怎麼樣跟cancer cell的那些interaction 你越想就越會去有這個fantasy 說不定中藥裡頭就是有可以幫忙PD-1、PD-L-1的東西 carbohydrate 這個H是齊慧的slide 很可能就是carbohydrate mixing component很可能就是 因為現在DNA、RNA、protein 大家都在try maybe it is carbohydrate maybe 齊慧現在有的所有的carbohydrate 全部加進去就是了 Another one vaccine vaccine是用來預防 but在PD-1、PD-L-1的前提之下呢 我們就很難 rule out 本來用來預防的那些vaccine 不會變成therapeutic vaccine so all of a sudden 這些vaccine呢 必須要從PD-1、PD-L-1的角度來想 PD-1、PD-L-1 antibody 把那個breaking molecule block起來 但是block起來以後 你要讓CTL甚至於NK 所有統統都活起來的時候 你說不定要刺激他們 需要用其他的辦法 那vaccine obviously 是one of them 那for let's say台灣 我知道最近陳卑澤院士 他h就是在找PD-1、PD-L-1的抗體 但是買不到 他也是在想說 說不定就是跟vaccine合起來 就是answer we have one 大家都知道 global edge 完全沒有毒性 沒有side effect 那我跟翁院長提了很多次 翁院長覺得這個PD-1、PD-L-1跟global edge 那個pathway不太一樣 所以不一定需要combination but I would like to argue with him 就是因為不同的pathway 所以很可能應該來做combination 讓PD-1、PD-L-1去take care T-cell那個pathway 然後從旁邊 even bystandard effect even side effect 都可能可以幫忙 And this is Taiwan 那台灣我們都知道這個cervical cancer的問題 然後HPV vaccine已經 widely used but after cervical cancer已經到很late stage的時候 PD-1居然會有用的時候 在那個情況呢 我們也應該重新考慮一下 再來一個HPV的vaccine 說不定它會變成therapeutic That is a low hanging fruit 台灣是非常適合做cervical cancer using PD-1、PD-L-1在加進的vaccine Next,of course,hepatitis hepatitis很可能PD-1開始有結果以後 沒有辦法繼續把最後那一段做完 就是說把cancer cure 很可能就是immune system 把breaking molecule弄掉了 但是需要positive feedback the best way is vaccine 然後這個vaccine 不一定就是要有那個specific 我們就是again 靠那個bystanding bystandard effect 那些副作用 就是我們所需要的 另外一種vaccine 現在很interesting就是Listeria 因為這裡頭可以裝很多antigen 然後透過dendritic cell呢 我們可以有其他的presentation 又可以刺激 然後Listeria vaccine有關的 那些engineering有關的東西呢 台灣呢 其實已經做得相當不錯 我們可以繼續往前走 DNA vaccine 那就更不用講 almost 你假如有一個DNA vaccine的idea You can test it in mice 用在老鼠的PD-1 antibody很容易拿到 然後你假如突然間有一個很好的idea using DNA vaccine Go ahead It could work 然後還有一個 就是最近大家都很surprise說 居然有small molecule small molecule 可以來取代抗體 我不知道這個最後可以能夠走多久 but at least呢 已經有一篇文章在JACS very very impressive 那這種東西假如是能夠做大的時候呢 那可以來跟PD-1 PD-L-1的antibody combine or actually用這個辦法去做PD-1的antibody 或PD-L-1 will be very exciting 那像這種化學呢 I think 像中原軍 台大化學系 都是 很容易可以做的東西 Alright This is Do I still have time? This is the last story I will finish really quick 今年 1月1號新年的這個New York Times Big news 它的重點是說 有一家公司呢 把這個油菜 就可以拿那個Canelo Oil的那種植物呢 他用DNA editing的方法呢 不必經過政府的允許 就不必call as a GMO 他就可以go ahead去賣 So big news is editing plan gene 那看到這個的時候 大家都沒有去仔細看 那家公司到底是在做什麼 所以馬上就去想到說 Oh my god 植物呢 已經用DNA editing的方法呢 開始賣這種產品 所以我們通通都去想一個technology 那個technology呢 就是現在被很多organization認為是 the biggest biotech discovery of the century 那個東西呢 那個東西呢 就是Crisper Cas9 大部分在biotech的人呢 都已經 basically即使不願意呢 也只好承認 好像這個Crisper Cas9 真的是變成 the most important invention of the century 對 這個我想 again 我來講 不如看一下這個video So this is about CRISPR 9 technology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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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對創紙的 いく as individuals and as a species. Genes also have profound effects on health, and thanks to advances in DNA sequencing, researchers have identified thousands of genes that affect our risk of disease. To understand how genes work, researchers need ways to control them. Changing genes in living cells is not easy, but recently,a new method has been developed that promises to dramatically improve role models of example our ability to edit the DNA of any species, including humans. The CRISPR method is based on a natural system used by bacteria to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infection by viruses. When the bacterium detects the presence of virus DNA, it produces two types of short RNA, one of which contains a sequence that matches that of the invading virus. These two RNAs form a complex with a protein called Cas9. Cas9 is a nuclease, a type of enzyme that can cut DNA. When the matching sequence, known as a guide RNA, finds its target within the viral genome, the Cas9 cuts the target DNA, disabling the virus.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researchers studying this system realize that it could be engineered to cut not just viral DNA, but any DNA sequence at a precisely chosen location by changing the guide RNA to match the target. And this can be done not just in a test tube, but also within the nucleus of a living cell. Once inside the nucleus, the resulting complex will lock onto a short sequence known as the PAM. The Cas9 will unzip the DNA and match it to its target RNA. If the match is complete, the Cas9 will use two tiny molecular scissors to cut the DNA. When this happens, the cell tries to repair the cut. But the repair process is error-prone, leading to mutations that can disable the gene, allowing researchers to understand its function. These mutations are random, but sometimes researchers need to be more precise. For example, by replacing a mutant gene with a healthy copy. This can be done by adding another piece of DNA that carries the desired sequence. Once the CRISPR system has made a cut, this DNA template can pair up with the cut ends, recombining and replacing the original sequence with the new version. All this can be done in cultured cells, including stem cells that can give rise to many different cell types. It can also be done in a fertilized egg, allowing the creation of transgenic animals with targeted mutations. And unlike previous methods, CRISPR can be used to target many genes at once. A big advantage for studying complex human diseases that are caused not by a single mutation, but by many genes acting together. These methods are being improved rapidly, and will have many applications in basic research, in drug development, in agriculture, and perhaps eventually for treating human patients with genetic disease. Well, it turns out, this is also a low hanging fruit. 每一個人在這裡通通都可以做 I will come to that. 這個是Rice 稻子 那Turns out CRISPR很容易就可以apply到Rice 那這裡當然是Bad example 因為他們的目的是要show how quickly But要在沙灘上能夠長的那個稻子 我聽說很快就會出來了 藍花 我們台灣藍花非常有名 CRISPR是perfect for藍花 你要什麼樣的藍花都可以 我們有一位在台南大學很了不起的科學家黃文傑 專門在做藍花 我相信他很快會用CRISPR呢 弄出我們完全沒有辦法想像的那個顏色跟樣子 那我為什麼說這個是low hanging fruit呢 這個technology呢一開始以後呢 Turns out大部分的事情都在Boston 在Cambridge 所以大家就agree我們弄這個non-profit 那個公司就叫Adjun Anybody write to Adjun 只要付一點shipping cost 任何plasmid 任何東西已經發表了 那邊通通都有 所以You can get everything you want 然後他也一大堆video teach你怎麼做 to the point 現在高中的學生已經可以用Adjun 買來的那些東西就自己做 so this is really low hanging fruit 那很多很多possibility 有一些什麼gene therapy 那些 I'm not going to say low hanging fruit 那有一個呢是真的low hanging fruit呢 是從born marrow來的那個stem cell 你可以在那邊用CRISPR去engineer 那那些東西呢現在已經很多實驗室 通通都succeed 像這個也是今年的一個example 就是從born marrow那邊來的那個hematopoietic stem cell呢 去engineer 然後let's say 你對這個HIV有興趣 你希望有這個CD4 cell呢 沒有那個receptor for HIV 欸他們就把這個CCR5 弄得乾乾淨淨 完全沒有 那當然這個要做好幾次呢 最後才可以把所有的那個T cell 變成CCR5 negative but it can be done 只要是血液循環有關的那些細胞呢 你可以用這個來do correction Phalassemia Sickle cell 通通都是low hanging fruit Sickle cell變成是low low low hanging fruit 那現在就是大家都在搶 看看誰 因為這個Sickle cell With Obama as a president Anybody可以把Sickle cell的問題解決 不得了 Well 台灣也可以做 我們即使不做Sickle cell 我們也可以做Phalassemia 我們附近幾個國家都有這個問題 Perfect for CRISPR 那這個Fanconi anemia 這個呢聽說已經成功了 那這篇Paper是impressed but I think if you go to human genome therapy 現在應該已經可以看到 那我們自己台灣的一些遺傳病 只要跟血液有關的呢 Anybody can do 然後往這個方向想的時候呢 Amgen有一個東西呢 常常被忘記 Amgen turns out 有一個從herpes 弄出來的一個vector 他們叫Tvec 那個Tvec裡頭可以裝很多東西 你把所有CRISPR Cas9的東西 全部裝進去沒有問題 你還可以再裝其他的菌 像他們這個呢 也是要來治cancer 但是他們放了這個GMCSF 在裡頭 然後他們現在的用法呢 是希望能夠用這個去 去跟PD-1那裡combine 希望能夠deliver antigen 能夠用GMCSF去吸引dendritic cell來 然後再去present 那跟PD-1就剛好喝起來 but裡頭的那個gene You can add anything It's an excellent vector Of course 我們也可以用AAV 我們也可以用lental virus 好幾個vector 我們通通都可以用 所以那個deliver那個gene那個部分 事實上已經不是很大的問題 FDA已經很快會approve 第一個gene therapy for眼睛 那個retina pigmentosa的那個disease U-PEN的那個phase 3 clinical trial 已經成功 所以vector我想不會問題 那現在CRISPR Cas9這裡 越來越變成low hanging fruit 就另外一個consequence 是大家就有點開始害怕起來 這個不是真正的結果 但是有人就是用這個在開始要scare 我們這些biologists 所以這個是一個joke 喔 中國大陸已經用CRISPR Cas9 把新疆那裡的一個叫seed beetle 這麼多種不同的seed beetle 用CRISPR弄出來 這個當然不是真的 假如這個是真的時候 哇 We have a lot We have a lot to deal with 另外一個我們必須要擔心的是 這個猴子這個實驗喔 是很難prevent 因為scientists都有很強的好奇心 我可能不會把這個猴子弄出來給人家看 但是我就是有這個好奇心 I think 很多人在這裡也都有這個好奇心 到底會 這個猴子會不會變成人 Something like that so it's scary 那因為 because we are driven by curiosity 我們不知道在Siberia 或是在大陸 或是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有人去做這個猴子的實驗 那個consequence 就很可能會讓CRISPR technology 會有很大的setback 所以 We are walking 有可能掉下去 然後有可能呢 在這個很危險的地方呢 可以把CRISPR 蓋成一個很偉大的東西出來 那今天我沒有時間講 Another two low hanging fruits 一個是跟stem cell有關的 It's really becoming a stem cell the low hanging fruit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New Antibiotic 這剛剛也是在Boston Northeastern做出來 它只是用土 用土去長這個bacteria 然後居然就可以找到bacteria 是可以secrete overcoming像Mersa那樣的東西 那這個呢也是low hanging fruit 台灣很容易做的東西 而且根據Northeastern的那個結果呢 我們台灣找到的人呢 一定會跟他們完全不一樣 So I'm going to end here 這四個story呢 雖然都是independent but turns out 每一個story都可以跟另外一個story 連結起來 PD-1 definitely可以跟CRISPR一起 Theranos of course 他們也在想PD-1 Ageo一定需要向PD-1的help So 有很多很多的low hanging fruit We can create from 這四個story的interaction 然後我們假如再加stem cell 然後再加像antibiotic這些 We have plenty of low hanging fruit Thank you 非常感謝陳彥氏的很精采的演講 所謂low hanging fruit 我聽起來是表面而已啊 那個後面的這個成功的這個過程 其實是需要很高的智慧 要像你這種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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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是 是你 所以 是不是 可以接受一些問題 看各位有沒有 什麼問題 利用這個時候 請教陳彥氏 來 最後面 他就是那個 他就是那個 發明那個 植捕儀的那個 Win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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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才 Winston是天才 第一個 那個您講的第一個 那story 那個有關驗血 兩滴血的那個問題 檢驗本身可能不是很大的問題 但很大的問題 是那個cost 跟reliability 我很好奇的是說 他們如果process沒有經過驗證的話 FDA會讓他們就隨便驗人 然後就告訴你有什麼病後面 Excellent question After all 你是genius 這個Elizabeth Holm 就是非常厲害 這個女孩子真的是聰明 Turns out FDA這個法律是怎麼樣子呢 你假如是去買Roche的儀器 然後來做診斷 來做test 那個機器需要FDA的approval 然後你的任何只要要賣的東西呢 假如是有經過從左邊到右邊 然後到另外一個公司呢 你就通通under FDA的regulation but 假如那個儀器是你自己做的 FDA完全沒有辦法管理 所以這個theranol呢 是完全不受FDA的控制 因為他們自己知道他們的儀器 這個就是為什麼大家更想要知道 它到底發明了什麼樣的儀器 通通都是Stanford那些professor幫他弄出來的 那我不相信我們不能夠figure it out 那我不相信我們不能夠figure it out 我相信台灣呢 我們假如是找十個二十個人呢 I think we can figure it out also 沒有什麼了不起的technology 所以你只要是在你自己的公司裡頭 弄出來的儀器 Bypass FDA 那我回去再提一下那個油菜 做以為黑 為什麼他們也Bypass 美國政府的那個regulation呢 Turns out 你假如是沒有從外面帶Foreign gene到裡頭 你只是去Edit那個Gene 去Edit的時候有時候那個consequence比從外面帶來的還厲害 但是你假如是Edit的時候呢 FDA不管 美國政府不管 就是incredible What you call it loophole But you see If you start your company And you build your own mass spec You don't need FDA approval 所以那個CRISPR就可以Bypass GMO Regulation Exactly 因為他只有Edit 沒有Foreign gene 不是GMO 所以現在Monsanto所有這些碰到GMO問題的人呢 就是所謂Prince Charles的Enemy呢 現在就是通通都要往這個方向 又快又便宜 然後又不必做很多Field test GMO最後就是那個Field test 對 搞壞掉 你剛剛講到那個Hepatitis B的Vaccine 那個可能要跟PD-1在一起 現在Hepatitis Vaccine有一些沒有效嘛 那有一些是一段時間就等於沒有效 那有沒有人去看PD-1是不是被引流出來 目前還沒有 沒有啊 所以剛才Lambo講的這個是一個好的例子 而且Hepatitis B 到目前為止的這些Antivirus 都是要可能要吃一輩子 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上來看 也許我們還真的找到Cure的東西 Exactly Thank you so much for bringing it up 因為我有十張Slide沒有效 因為時間的關係 We don't have Hepatitis B的Vaccine Right?We don't have Hepatitis B的Vaccine But turns out Hepatitis B最近有breakthrough 那些Slide都有在裡頭 那你仔細去看現在Hepatitis B的那個進展 跟他們已經觀察到的現象 Turns out這些Hepatitis B沒有成功的這些Vaccine Perfect for a PD-1 combination 因為這些沒有成功的這些Hepatitis B它可以wake up immune system 它可以turn on interferon gamma turn on IL-12 turn on all kinds of things 那本身沒有成功 as a Hepatitis B 但是它可以拿來跟PT-1合起來 然後做Hepatitis B的人 就是從PT-1這裡去看到說 啊,maybe now this is the way to solve Hepatitis B的 problem 那他們想要解決Hepatitis B的 problem 就很像你剛剛講的 Hepatitis B呢,就有可能變成low hanging fruit 本來是非常高的,right? I think Taiwan should do it 就很可能existing 而且看起來DNA vaccine都可以喔 DNA Hep C vaccine 然後再加一個東西 low hanging fruit 好,來 你剛才講的這個除了這個就是PT-1 那現在我們了解PT-1可能cover25% to 50% of cancer patients 還有remaining顯然好像不會imedently有effect 所以你做cancer research這麼久啊 你有沒有什麼想法說 what about the other 例如李文華在做的這個IL-25 我們現在也在做 我想他也會kill 所以有沒有什麼 your first candidate,second candidate right,right,right 所以PT-1,PT-L-1那個Pathway 現在已經至少20個Gene 已經pharma,biotech,通通都在做 有一些是even better than PD-1,PD-L-1 PD-1,現在回想起來 就是最容易發現到的那個 就是low hanging fruit 那個時候的low hanging fruit就找到 我,do you agree? 其實是有點運氣好 去找到CDLA-4,PD-1 所以那個Pathway現在知道了以後呢 現在回去找 哦,那就很多 然後breaking molecule呢 不一定只有用這個辦法去 overcome 因為after all它是一個Gene express出來的一個product carbohydrate那個地方呢 現在學問也很多 因為它經過ER、GOGI那個地方呢 你假如是讓PD-1停在那裡呢 你根本就沒有PD-1的問題 所以從那個conventional drug intervention 那個地方 從expression開始 就是transcription,translation,all the way to processing 通通都已經是possibility 然後最後一個是 alright,現在我們知道有這個breaking molecule that's why這些T-cell躲下來 然後最近更仔細的分析呢 它這樣子縮起來 那個T-cell本來是很勇猛的 那個縮起來 最重要的原因是T-reg 就那個regulated T-cell 所以你假如能夠把T-reg拉下來的時候呢 這些T-cell又會很猛起來 even whenPD-1、PD-L1 still alive 所以T-reg呢 很可能會取代PD-1 變成更重要的問題 因為PD-1、PD-L1最後的一個很重要的consequence 就是讓T-reg跑掉 那那個microenvironment呢 我們we can recreate in such a way actually T-reg跑掉 我的看法是MDSP 那是哪有一個right that's right 我剛剛有一個slide 就是很複雜的一個社會 尤其在tumor裡頭的那個oncoimmunological society 那麼複雜 我們現在事實上是把它簡化 變成好像就是PD-1、PD-1 假如是有PD-1的時候 antibody carbohydrate 很難很難錄到 因為這個microenvironment 你假如去想說到底有多少東西 真的可以也去影響那個physical那方面的environmental factor 這個carbohydrate是很重要很重要 你單單那個有多少water能夠在這裡啊 這carbohydrate就可以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那因為我拍很多很多這個T-reg的那個movie啊 Oh If someone give me一個water channel的blocker I think I can get rid ofT-reg so那個microenvironment 是真的值得集中精神來研究 那個現在美國就是還沒有 那個tumor的microenvironment 很難拿到 這個外科醫生都很不合作 那maybe翁院長可以說服 台灣的這些外科醫生跟我們合作 假如他們可以把所有這些tumor 各一塊送到中原研究院 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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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種肯 因為時間關係齁 我們知道陳月師他演講 都是聽起來都是很簡單 但是你 你如果越聽就會越複雜 所以我還是要把它停下來 因為他越講的話就越深入就越複雜 我們 我記得我在當學生的時候 在MIT 我們都知道當時的陳教授 非常有名 所以你如果要看Mindle Country 一定是要用他的方法 不管你要看外面看裡面 或者看什麼地方 他都有各式各樣的這個imaging的方式 現在在教科書也都是用提到他的這個方法 所以他雖然講起來很簡單 什麼low hanging fruit 我聽起來就是非常非常的複雜 那可能各位不要受騙了 這個沒有那麼簡單 好那我們今天就到此為止 再次感謝陳月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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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感谢观看